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星期一 这个原油期货有可能会上涨 我觉得这个 但是这个有可能是好事 有可能是坏事 而且它不稳定 所以我说大家反正就是小心 可以注意这个 这个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法案 将战略 使用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的非紧急释放 与这个租赁给油气公司联邦土地的增加 的这个增加的联系的起来了 这样主要的就为了限制拜登的动用石油储备的这种能力 那拜登呢 我也跟你说的完全 历史上可能最不负责是美国总统 他为了自己的中心选体 为了自己的利益 玩命的增加了占领石油储备的这种使用 大量的向外释放了燃油储备 那美国呢 这个联邦石油授权的储量是7.14亿桶 就应该应该达到这个标准 那现在呢 是不到一半 不到就三亿多一点 三亿多 只有三亿多桶 现在不到一半 是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对美国来讲 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开战 或者爆发一些什么特殊的一种危机的话 那根本就没有能力的去做出这个正确的反应来 那么当然了 现在因为众议院到了共和党手里 共和党现在在制约他 不让他再这么搞下去了 如果再这么搞下去的话 对美国未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现在民主党执政 你把现在美国的战业石油储备全部都中光了 等共和党上台的时候 你就必须再补回来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呢 通过把这个战略石油储备都扔出去 来呢 降低油价 给你自己呢 招揽这个政绩 等到人家来了之后 人家不得不能往回买 然后负责任嘛 对不对 总而有人 有人不能都跟个小 不负责任的小孩子一样 对不对 那人家负责任往回买的话呢 这油价就要上升 人家来就是背锅 那你要这么搞的话 大家都会 那我们共和党 我们来这 我们就不负责任 玩命花 玩命的使用 把家点都败光 等你来来之后呢 我都哈哈 那你对不起了 那对不对 就是说 不管我死后 这个洪水滔天 对不对 拜登现在搞这个事啊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反正共和党呢 在制约他 制约他之后呢 以后呢 就不能再用了 不能再用的话呢 那么后面 我想这个原油的价格呢 有可能会上涨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共和党现在 一代就是探讨 就是说逼他呢 要就是说 补回来一部分的 这个战略石油储备 也是到 最起码 大刀一个呢 就是一个健康线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位置 就非常的不健康了 那这样子呢 美国后面 首先来讲 不能再玩命的 去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有可能还要呢 再补一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预计呢 可能未来的 这个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 这个原油的期货呢 可能会有 就是些许的吧 些微的这个上涨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大家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呢 这还涉及到 俄国战争的问题 俄国战争到底 后面是进一步恶化呀 还是这个要和谈啊 这也不好说 因为共和党可能 也要逼他要和谈 然后共和党 后面可能不会再给乌克兰 开这空白之派 但是从我来看呢 我比较悲观 我是比较悲观的一个人啊 那我认为呢 后面呢 他这件事是属于不能用的 可能还要再补一点 然后俄国冲突呢 恐怕要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呢 从我这来讲呢 我预计啊 这个原油价格呢 会这个上涨啊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 一个预计 只能仅供大家呢 就是说参考 好吧 那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